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神是非常美好的 祂是很关心我们的 很多人的第一个观念 都不知有没有神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 很多人以为 你相信耶稣做牧师 你从小就会相信 其实我不是的 我曾经怀疑过很多次 是不是被人骗了 就算我研究过 知道真的有证据证明有神 有天堂有地狱 我本身是一个 我在黄仁书院 读science的学生 我是很努力的 我什么都鑽研的 就算信耶稣 我都说我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起初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但我后来呢 当我听到有个人说 真的有证据证明有神 我是非常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在想人生几十年 那为了什么呢 很辛苦也好 你多勤劳也好 你多成功也好 有一日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那我就说人生死亡之后是怎么的呢 那我起初想就是死了就没有了 人死如煙灭 但是呢 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 有证据证明有神 我是非常惊讶 那然后呢 我就用心去研究 但我研究了之后 我依然怀疑 我反复去思想 圣经的预言 会不会是假的 还有很多人经历到神 是不是假的 而到后来 我自己经历很多的医治 很多的神迹 还有我为人祈祷呢 是有很多人得医治 甚至呢 有些人听过被邪灵搞妖 他们找我 我跟他说邪灵 他们都觉得整个人舒服了 轻松了 就是耶稣是一位活着的神 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神是一位全面关顾我们的牧者 牧者可能我们不太认识这个字眼 但我用一个另外的说话去说 可以说呢 是几样东西合在一起 就是好像父母照顾子女那样 我相信大家 你今天带你的子女来 你要照顾她的食物 照顾她穿衣服 照顾她回学 要回来学校 带些什么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东西照顾 如果她有不舒服 你就照顾她 在平日很多东西 我相信你都有很多照顾 我也知道 譬如现在申请学校 有时都有困难的 你可能都用很多的方法 就是你会照顾她 所以牧者第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好像父母那样照顾 也都同时 好像老师那样教导 还有一个东西是人做不到的 他就是会在内心去跟我们说话 很多人他不知道 全能的神是会向我们说话的 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我曾经去宣教 其实我去过十几个国家去宣教 我有一次跟一个一起去的人 一个童工 他是时时领受到神的声音的 他那种准确程度 我就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在等他宣告 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你要转机 那么他就告诉我们 当你听到去飞机场的车 你就上车了 那么我们就在那等 后来他就说 现在飞机场的车已经到了 你们可以上去了 那么我们就跟着那些人出去 上到一个大巴士那里 然后呢就放下行李 跟着那些人上个座位 跟着走到中间 都没走到后面 我这位童工他就告诉我 他说耶稣说 这辆车不是去飞机场 他完全没有任何迹象的 那么我于是立即问那人 这辆车是不是去飞机场 他说不是啊 几辆车另外一辆 因为同时他叫了两辆车 我们没有听清楚 这辆车是去另一个地方的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情况 即时听到神的声音 神是一位活神来的 不是假的 即是如果是假的 我一定不会相信 因为我是全心毁身去跟从神 全心走神的路 而神真的很多样东西祝福我 我可以说呢 由外到内 由头顶到脚 由我整个生命 我回来看到很多神的祝福 就是因为祂是我的牧者 祂全面关顾我 其实我本身出身是很贫穷的 我小时候试过吃法汪米 我家里试过因为 家人赌钱的缘故 是完全的钱没有了 还有我自己曾经做工 做学生的时期 买这些衣服 忽然间会不见了 就是拿去当了 就是我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长大 但是神供应我 以至我能够有很多的 各方面的学习和供应 就是神是我们全能的神 也是照顾我们的神 大家如果开车呢 左边的图 当然马路你不会见到 蓝色红色的 不过只是一个图 就会告诉你 选定行车线 如果你直行 你走蓝色那里 你不要走红色那里 你走红色那里 你走红色那里 然后你想出来 你就犯规 如果有警察立即捉你 如果没有警察也好 其他车会搏你 因为你不应该转出来 如果你要转左 你不要去蓝色那里 你要选定行车线 你在左边那里走 同样我们人生也是 很多人选定的行车线是什么呢 人生的路线是什么呢 有钱就赚钱 有什么困难就面对 不过有时都控制不了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是完全掌握不了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掌握十年之后 你的生命是什么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掌握 就算明天 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发生 但是呢 这位神他是很奇妙的 其实我自己曾经经历过 我以前呢 我都信主之后 我都有这个心 去不同国家宣教 但是我觉得很难 因为哪里有这样的经济 有这样的情况呢 但是有一次有一个 就是有不同的人 起码有两个人跟我说 他领受到神的 跟他的声音说 他说你将来会去列国 当时我觉得是不可能 但是神就会知道 一早已经有个计划给我 那我现在呢 就算疫情呢 我在网上有二十几处的地方 去直播我的侍奉训练 训练的人去侍奉神的 那就是呢 神说了去做 一定会成就的 好了 那右边的图那里说到什么呢 主带你我听话 我顺从他呢 你的路一定是蒙福 这个不是一种空口说白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真实的蒙福 曾经有一个 卖地产的人 他认识我之后 他和神的关系加强很多 然后他告诉我听很奇妙的事 他说呢 我卖屋呢 以前很久才买一间 我自从认识了你 跟了你所说的话 去亲近神之后呢 在一个月之内 有五单的五间屋卖了 接着后来呢 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因为他 那个奉献给我的宣教机构的数目 我知道他一定是 卖了很多屋 就是说如果我们听话的时候 神甚至祝福我们的生意 我们不能够担保你会做有钱人 圣经没有说到 但是神说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 然后呢 另一条路就是 有些人抗拒耶稣 不是的 假的 如果你有这个心 你想研究 你绝可以跟我谈的 我很乐意跟大家谈 很多人在网上找我 因为呢 我在网上有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都找我呢 我都帮助他们的 和神的关系 那今天的诗篇呢 我在这里呢 就将他印了出来 那大家看到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神以恩典建立我们和他的关系 首先呢 神和我们建立关系 第二呢 与神的关系带来些什么 祝福 那我们呢 一起读读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揭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好 那我看第一部分 就是神以恩典建立 我们和我们的关系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活着呢 是活在律法 什么意思呢 你要乖 你要听话就有人疼你 你不乖没有人疼你 甚至当你大了 结了婚 就怎样呢 如果你对你的丈夫太太好 令到她觉得很舒服 她可能会对你好些 有时你对她好 她未必对你好的 如果你对她不好 她可能就会 不跟你说话 或者你对她好 她也不跟你说话 她会拒绝 不理你 甚至有外遇 人来说是很多事情 你做得好 你就有好处 你做得不好 你就没有好处 但在神里面 神是不断用恩典 虽然我们会做错 但当我们真心悔改 神是很乐意赦灭我们的罪 结淨我们的灵魂 并且祝福我们 所以是神用恩典 神会叫我们遵从祂的律法 但不是以律法推动 而是恩典 时时都爱我们 时时都爱我们 时时关心我们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每一次祈祷 我一想到耶稣 我即时感受到神的喜乐 能力在我里面 神是很真实 我也曾经为很多人祈祷 他都说即时睡得好 即时人平安、轻省 就是神 真是有个满有恩典的神 第一节 我会讲每一节 都讲过负面和正面 我们再读一读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又说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这一节经文有讲到几方面 就是照顾了 他是目者 他会照顾我们 他会牧养我们 就是照顾我们的灵命 照顾我们整个生命 和他会公认我必不自缺乏 但是这个交叉意思就是 很多人错误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没有给神做目者 于是他的生命是随意的 给电视 很多人的生命是给电视掌管的 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要看电视 不过呢 如果你经常都看电视 你发觉一种东西 你会发觉他里面灌输的观念是什么呢 有钱要够钱 要厉害 够帅子、美女 你不要有眼袋 即是在电视里面 全部宣传的都是外面的东西 而说到恋爱 因为大家看到影片是怎么样呢 哇 看到一个美女很开心 那他就觉得 他结婚 从此以后 婚姻就很美满 就是一个很虚假的现象 事实 很多美女结婚之后 发觉原来男女有很多的分别 很多的问题 他们是以为在看电视可以得到 他们用世界来管理他们的生命的时候 就有很多问题 而我们的子女都是一样的 他们会很受世界影响 其实你现在教养子女 和我们小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即是现在的人受社会影响太大 受传媒影响太大 受那些手机、游戏影响太大 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去帮助我们 和帮助他们 如何做一个有价值 有意义的人 即是生命是给神祝福的 整个生命是蒙福 也都最重要的 和你的关系是好的 是孝顺你的 这件事是神可以教导的 很多人没有给神去掌管 牧者就是看电视 或者娱乐新闻 钱 讲闲话 很多这些影响 但是 如果有人听话的时候 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 祂会牧养 会照顾我们 为我们开牢 我自己想都想不到 神为我开牢去到外国 我是读书很多 但是我 以我当时的经济的情况 根本没可能 但是神为我开牢 以赛书40章11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他必像牧人 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绑秘聚集 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渡那羽养小羊的 这里讲到 神就会好像一个牧羊人 牧养他的羊群 照顾我们 那你就会抱着那些羊羔 为什么要抱着呢 因为当那些羊羔 不开心的时候 烦恼 当然羊是不会这样的 就是 这里讲到是人的 人有不开心 是不是 个个都有不开心 虽然我是一个 刚强的人 我是一个 很有决心的人 我亦都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 但我都发觉 我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有情绪高低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个个都有 有些人特别受情绪影响的 有些人真的天天都不开心 可能我们中间在座 有些人可能天天都不开心 耶稣真的帮到你 不是骗你的 我自己 因为我小时候 我讲一讲 小小 为什么我会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就是我小时候 因为家里的分辨 而接着很多吵架 接着我发生什么事呢 我开始梦游 和发噩梦 那我发噩梦 事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呢 当我去了外国 依然那些巨怕在我心中 我就发梦自己起一封墙 但是起完一封墙 发我站在一封墙的里面 那我就很害怕 接着我就用力打一封墙 那些外国的墙 不是很像我们这些石屎的 是那些叫做sheet rock 是一些淋淋的 一打下去穿了洞 就是在学校宿舍那里 是发生这件事 就是曾经有过这些事情 但是神真的一直医治我 帮助我 并且我是帮很多人 能够心灵得到医治 就是神呢 抱着我们 照顾我们 还有慢慢引导那些 预养小羊的 就是说呢 那些羊呢 有些带着羊仔 那些带着羊仔呢 它要走得很慢 但是神就会 不是急速催他们 是慢慢的带领 神就是一个牧者 祂是一个照顾我们非常好的神 祂不会放下我们 祂关心我们 祂是真实的 是非常真实 我必不自缺乏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譬如好像我现在能够去列过宣教 是神供应 我是自己没有能力去这样做 但是神为我供应 以至我能够做到这个呢 都是神的礼物来的 好了 那而 第一节那里讲到 我必不自缺乏 讲到供应了 诗篇78篇第24节 这里讲到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 大家可能未听过以色列人的故事 不过大约就是说 他们出埃及 经过抗野 走了40年 又在那时候 神就降了一些特别的食物 给他们 一些马拿 是由天降来供应他们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降马拿 将雨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各人吃大能者的食物 他赐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就是神就是赐食物的神 供应我们需要 但是有些人说 你信耶稣 你不用做 你就有东西吃吗 我想说 如果我们不是有神的健康 有神的太阳雨水 和神的泥土 怎样耕种都没有食物 是因为神 让让每一样东西 让我们的身体 那么奇妙 这个宇宙那么奇妙 我们的泥土 太阳雨水 那么奇妙 这些其实都是神的供应 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 神是会有奇迹地供应的 我曾经去宣教的时候 那飞机走了 我求神帮我 因为他们说很麻烦 要再订个机票 但是我求神帮我 神竟然做什么 那飞机会回头 后来我问那些人 我说 为什么飞机会回头 他说飞机起不了 我回头 就是神会为我 预备一个这么奇妙的方法 当我听神话的时候 神是会祝福我们的 好了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的水边 这里讲到什么呢 是封城 因为在水边 是很舒服的 有很多青草很舒服 有封城的供应 还有安揭 安静 还有兴省没有烦恼 但是相反是什么呢 很多人是不能安揭 尚在烦恼之中 其实现在的人 常常玩手机 很紧张 很急很猛 甚至有些人 玩手机玩得不停 是 直接是 突然间就死了 新闻常常都有的 那些玩手机的人 都知道 是有这些新闻的 很多人都是很猛 很多时候在烦恼之中 不知道大家是否这样的情况 可能 你说照顾子女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不烦 我们用人的方法 是很难不烦 用人的方法 越想他们不玩手机 你越猛 所以想他们不玩手机 就不是用强硬的方法 那这个是需要 真的很多的技巧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 会后你跟我谈一谈 那我明天了解之后 可能找一些方法 帮助大家 怎样帮你的小朋友 从小时候开始 能够 怎样处理他的生命 也都帮你自己 处理你的情绪 当你越平安 你越有机会 改变你的子女 你越猛 你越猛 他就听你一说话 他已经立刻 耳朵有个按针 立刻把你关掉 你没有发觉 你和他的子女 说很多东西 说完他都不知道 你会说什么 因为他会自动把你关掉 那你怎样说话的方法 他会听你说话呢 好了 而说到正面是怎样呢 好像图一样 轻省自由 躺我在青草地上 你我在可安揭的水边 针言十章二十二节 一起读 耶和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马太十一章三十节 因为我们厄是容易的 我们淡子是轻省的 神使人富足 使人丰盛 富足不一定代表你大有钱 但是你的生命是会封城的 并不加上忧虑 其实我面对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神给我一个信心 神真是照顾我 我放心 神就照顾我 我最近有一本书 叫《轻松得性》 如果中间你是基督徒 你想有这本书 你可以跟我讲的 神又给我第二本书 我准备印第二本书 都是想帮助人 就是神叫我生命封城 当我去宣教 和我发那些直播信息 那些人听的时候 他说 你真是好 你所教导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 就是神令到我生命封城 我希望大家都在神里面 你的生命封城并不加上忧虑 还有神更加是容易的 他的淡知是轻松的 那你又不容易 我子女不听话 他将来大过不听话 现在小过都是听话 不过大过慢慢不听话 但是呢 我们依靠神 神真的会凡事祝福的 那我求主帮助大家 在神里面呢 首先你有平安 兴省 我都跟很多的父母说 因为很多父母都找过我帮助 他说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父母 他跟我聊 他说他想我跟他的儿子聊聊天 我说我可以 他就打问给他的儿子 那儿子呢 那边不肯见我 他就在那里猛 牧师想见你 你也不见他 那他收了线之后 我问他 我说你这才跟我儿子 说话的声音是怎样 他说有点吵 他不听话嘛 当然吵 那我说你吵他 他会不会再想听你话呢 那当然不会 不过忍不住 整天都吵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处理不了 他不懂得处理 这样的时候呢 子女是不会听话 但是如果父母 是懂得用柔和的心 欣赏他 你说他没有什么欣赏 他不乖 什么欣赏 他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他总有好的地方 你欣赏他 让他知道他是避爱 他是宝贝的 是重要的 你说我都没有人 认为我是宝贝啊 都没有人赞我 没有人说我很好啊 我怎么可以跟他说啊 但是我们首先有神 让我们知道我是宝贝的 是重要的 这样你才能够有平和的心 去帮助你的子女 好了 接着第三节呢 就讲到我们的生命 需要一个新的生命 一起读一下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二路 就是呢 神会叫我们的灵魂苏醒 为什么要苏醒呢 因为人心败坏 圣经讲到呢 我们的人呢 真是邪恶的 人心呢 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所以世上的人 你看到 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大家有没有发觉 十几二十年之前 那个世界都好些啊 如果有些 再大小小的 过了三四十年之前 你发觉那时候 人单纯很多 但是现在呢 越来越多问题 人真是很邪恶 需要神去更新改变 很多人在网上很多见证 说到他一信耶稣 他立刻跟家人的关系好转 要说他家人 跟他的太太 可能他有婚外情 跟他太太认错 跟着呢 建立回他的关系 神真是能够改变人 也都有一些人呢 是罪犯来的 他是 曾经有一个叫Teddy哥 他是很 赚很多钱的 他最赚的钱是什么呢 他说不是贩毒 是赌球 赌球赚很多钱 但是神呢 要他呢 就是跟他说话 带领他 以至他那些赌场 全部都输钱 他说都没试过全部输钱的 神要他悔改 神真的一步步引他悔改 那么他呢 后来带了很多人信耶稣的 就是神将他的生命更新 为神的命引导他走一条二路 但下面一路说到很多人的伤犯 他的灵魂是没有苏醒 他走在罪恶之中 整天都在罪恶 他对于神没有心 在很多的愤怒 只是赌博 不照顾子女 自己的烦恶里面 而神会做什么呢 左手边的图 圣灵就会将他重生 真是重生的 整个人改变 我记得我在我初头认识耶稣的时候 那时候我都没有回教会 因为没有人叫我回教会 我只是参加一个报道会 我相信耶稣 后来他有一个咸售课程 我有参加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人叫我回教会 但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同 就是我犯错错事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跟一个同学说 我说为什么我现在犯罪 觉得很不舒服 他说这个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 他会开始提醒你 就是我以前做很多不好的事的时候 没有感觉 但是现在开始有改变 就是圣灵将我重生 圣灵经常跟我说 我写的书都是神教我 如何去帮助人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用 神带领我们的路 用什么方法呢 用人 可以用教会的人 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经历 我们经历到不同的事情 和圣灵的声音带我们 当你听耶稣说 你条路是越来越 得到神的祝福 他会真是带领你的路 神带领我很多很多 我真的看到神不同的恩典 其中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我的太太 神真是为我预备一个非常有智慧 有爱心的太太 还有一个很特别 有时我有些师父 我都跟他聊天 跟他沟通 问他意见 他有时就会说 这个是好的主意 有时他说 我有另一个主意给你 有时很多时候 他的主意我都会接受 但有时我就不接受 但他会怎么跟我说 他说 不要紧 我告诉你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想想 你怎么做 我感谢主 他有这个圣情 他不是一定要说 他给我的意见 我一定要听 那这个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路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是可以祝福的 那其中一个 我做很多是婚姻辅导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困难的 你都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助你的 好了 跟着下面那三者就讲到 和神关系带来什么祝福 第一样东西 很多人很怕什么困境 很害怕死了 现在经济不好 没有工作 怎么办呢 有些人说 你没有工作 耶稣帮不帮到你 耶稣真的帮到 我试过是很困难的经济 但是神那时候我申请做圆牧 因为我在外国那时候 想开一个新的教会 但是没有钱 但是有个牧师跟我说 你可以申请做圆牧 就是在医院那里做 照顾病人的牧师 同时我又开我自己的教会 但是我申请的时候 他说 后来那些秘书告诉我 你之前有二百多个人申请 你是迟申请的 你是没有机会的 你第二天才申请 但是我照样申请 到最后那个礼拜 跟着他们找我 然后我能够进入 是神很奇妙 他有二百多个人 为什么他都不找呢 为什么找我呢 就是神的恩典 第四节我一起读一下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像 你的肝都安慰我 就算我们行过死任的幽谷 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都不用怕被人害到 因为神和我们一起 神和我们一起是很真实 很真实的 当你认识耶稣 你和神有一个密切关系 你会发觉 神的平安 轻省 舒服 会陪你一起 神也会给一些意念 跟你说话 祂会和我们一起 你的像 即是祂带领的像 祂的肝 一只竹仔 那些羊不听话 打下它 神会带领 有时会管教我们 都会安慰我们 但是相对地 很多人在困境中 是没有迷惘 担心前路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全世界的情况 很多人很担心 很害怕前路是怎样 或者是很多忧伤压住 有些人日日都不开心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他不一定在困难 没有困难都自己不开心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种忧屈的习惯 那如果有这个情况 你是需要耶稣去医治的 好了 那正面呢 神是怎样呢 诗篇139篇第5节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是时时和我们一起 时时祝福我们的 这里 左手边有个图 那只大脚 踩下来要踩它 但是它有耶稣 它可以撑着 你说有没有那么厉害呢 譬如很简单 你的老板要针对你 你有没有能力呢 我们就不是和他针对 而是神为我们开路 那你说有没有搞错 老板炒你鱿鱿 你神怎样开路 真是神才是掌管那个神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审他的比拉多说 为什么你不回答我 你知道我有权释放你 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 耶稣说什么 他说如果不是上头次给你 你毫无权并扮我 是因为神给你的权 我们不需要怕人 我们不需要怕困难 因为神是为我们开路 那大家可能觉得 哇 是不是那么真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经历很多 我网上见很多见证 是非常真实的 神真是陪伴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下一节很多人都有问题 就是人 在我敌人面前一起读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日 就是说在敌人的面前 神会为我们摆设言直 即是说你有封性的恩典 敌人要攻击你 反而你有封性的恩典 神用油高了我的头 高护我 祝福我 令到我的福杯满到捨光 但是相对地 很多人是怎样呢 是被敌人影响 或者打倒 被人伤害 被人骂 被人疼 被人疼 很害怕 大家这个经文 都看到四样东西 第一就是有敌人攻击 蓝色那里 但是呢 居然成为转机 敌人攻击本来是不好的 神可以将它变为转机 祂会为你预备延直 其实我自己 曾经被不同的人 诬告 控诉 不是很多 内中有一个 令到我都很烦 但我这个过程有一样东西做 我就拉着耶稣 主耶稣 你一定帮到我 你一定帮到我 神真是帮我 并且这个过程 我越来越有力量 有平安 轻省 曾经有一次 有个人 他说一些说话 想攻击我 他带着另一个牧师 跟我一起聊天 我一听他说的 我知道他 因为他不接受 圣经里面有些的教导 所以他的心里面 有一种 躁 那我就觉得 和他辩博都没用 我就听他说 听他说完之后 接着呢 我都是说祝福的说话 接着他走了 那个牧师就跟我说 他说耶牧师 你真是很厉害的 他跟你一直说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一直都不受影响的 因为我深信 神是爱我 神为我预备 我不用被他影响的 所以他的攻击 成为一个转机 后来这个人找我道歉 那我又不是志在他的道歉 不过我也都是珍惜他 我也跟这个牧师说 因为过了很多年 我说如果他喜欢跟我聊天 我也可以很乐意跟他聊天的 就是有敌人攻击 可以成为一个转机 封城的延直 然后呢 神的高末 神的恩典 倾倒在你的身上 以至是福杯满日 好像这个图 倒写那些恩典 倒写留去给不同的人 我感谢主 现在我时时祝福很多人 有很多人找我 我去外国 也都宣教他们 很多人找我 我帮到很多人 我多谢主 是神的恩典 我不夸耀 因为我真是 神是在我软弱的时候 在我有罪的时候找我的 是帮我的 就算我起初做牧师的时候 我都有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依然提升我 所以下面的经文 《二塞书五》一章十二节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他说你不用怕的 神跟你在一起 你不用怕那些人 他们都是会死的 难了他们是很容易的 然后最后 一起读一下 我一生一世 哪有恩惠慈爱 除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的殿中 直到永远 这里讲到 一生一世 有恩惠慈爱 除着我 我想问大家 你看回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一生一世 一直都有恩惠慈爱 还是 一直都有烦恼 除着你呢 你是哪样呢 我们真的可以一生一世 有恩惑慈爱 除着我 在这个世上 是没有担保你有恩惑慈爱 但在神里面是有担保 只要你听神的话 你亲近神 信靠耶稣 你是一生一世 都有恩惑慈爱 除着我 那很多人是怎样呢 好像下面的图 缺乏爱 小朋友没有人爱他 或者他用方法去找爱情 来到满足自己 或者他的心在神的里面 那其实很多问题 但是呢 我们就不是 我们有神的同在 一生一世 并且在神的殿中是很漂亮的 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 很漂亮的一篇诗篇 一起读一下 万君之夜话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第四节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在你的远与住一日 圣此在别处住千日 在神的家 真是有平安 兴省祝福 与真是时时有神的同在 而我们来到神面前很简单 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本来我们要受罚 耶稣为我们受罚 我们就求耶稣卸灭我们的罪 我们骂个人 伤害个人 说个闲话 贪心自私 发脾气 伤害人 求主耶稣卸灭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敬拜真神 求耶稣卸灭我们的罪 耶稣一定卸灭 我们求神你将永生给我们 神很开心 整个天堂为你欢喜 你会开始改变 很奇妙的 你很快会发觉有改变 我想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闭上眼去祷告 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接着我们用这篇诗篇 唱其中一个部分 可以大家跟着我讲 好不好 跟着我讲这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多谢你 感谢你 你好爱我们 你差遣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不需要为我们死的 但耶稣因为爱我们 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多谢天父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有得罪人 我有恨过人 有骂过人 有伤害过人 有贪心 有讲闲话 有很多污蔚 求耶稣赦免我 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 帮我跟从耶稣 我就有永生 我就是神的儿女 有永远的恩典慈爱 可以随着我们 多谢天父 我愿意跟从你 爱你 向你祷告 看圣经 回到教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祈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如果大家真心有这样 祈祷 真心 你想耶稣救我 不是念口网 是真心我想耶稣救你 耶稣现在也救你 我现在用诗篇第一节 大家看到的一 接着第六节 很简单 跟大家唱这首诗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请大家录下 可安揭随便 再唱一次 耶和华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觉患 他是我同我在清除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随便 然后第六节 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罪障我 我这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造 此都永远 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罪障我 我这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造 多谢天父 我们一生一世必有 因为此爱罪障我们 大家就黑了眼 我们在祈祷 我们一生一世 当我们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 一生一世必有 因为此爱罪障我们 我们一世都是蒙福的 因为神是一位赐福的神 神是活着的神 神是活着的神 神是真实的神 求主私恩帮助我们 真心倚靠耶稣 信靠耶稣做救主 得着永生 得着永远的福乐 如果当中有些人很烦恼 现在可能有些家庭的事 很影响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里 你跟耶稣说 耶稣你帮我吧 我的心很烦恼 我有些重担 我需要你 耶稣是很乐意帮助我们的 你说耶稣我有重担 求你医治我 求你安慰我 求你跟我一起 神是很乐意回应的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多谢天父 求主祝福大家 真是给耶稣祝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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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